做蛋黃酥囉 現在先用米酒把鹹蛋黃都洗過一次 然後放到烤盤 Apple貪心本來只想做20顆 後來還是改了40顆 準備推入烤箱囉 現在烤4分鐘已經有點熟了 還有3分鐘 我用氣炸鍋因為它的火比較強 所以我溫度有條低一點 有香味的鹽 我們要來秤油酥 油酥是用低筋麵粉335克 我又生了 335超過一點點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好吧就這樣吧 然後他說豬油要115克 我有準備豬油 義美的 也有準備奶油 但是我覺得豬油是真的有比較香 好我們就用豬油吧 這很難下來 好116克 就這樣吧 手上都不可以浪費 那就交給他囉 他就只有這兩樣再打 那我們等他一下吧 去把血壓站拿出來 冷卻 油油亮亮喔 油酥好像就是只能弄到這個階段 就要把它倒出來用手捏了 所以我要倒出來用手捏了 還是有些麵粉沒拌到耶 這是我第三年做月餅 油酥好像是要用手溫去把那個油化在粉裡面 所以最後的一步都還是要用手去捏它 好再來就是要做油皮 油皮是要用中筋麵粉 300克 我又多了一點點 沒關系 然後 中筋麵粉 他說糖要60 好我只有40幾就好了 然後 糖 冰水要150克 可是他說冰水150克 是要慢慢加的 所以我們等一下換過去以後 我再慢慢加 我等一下來量一下 然後豬油要120 120 120 我上次去一枚買這樣一桶 大概都可以做一次月餅了 飛出去了 這一桶是450克 這一桶是450克 嗯 太黏了 嗯 啊 就這樣吧 我已經不想管 到底有多少了 連湯匙都說他了 我們要開始了 先加一點吧 嗯 快倒完了 他這個到時候會成團 不會像剛才的油酥一樣是 沙子 所以我們就放給他做吧 你看 快就成團了 我水都還沒倒完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把水浮起來 應該不用吧 我後來還是把水都倒下去了 他真的會慢慢的吸收 好酷喔 他說這個 如果打好了以後 要冰到冰箱20分鐘 那我再讓他打好一下 再打久一點點 我就把它冰起來吧 為什麼會有兩種包裝呢 因為我要做40顆的話 需要1.2公斤的餡 但是呢 紅豆餡一包就是一公斤 我買一包太少 買兩包太多 我只好搭配一個 我以後好處理的餡料來處理的 所以我就只好選鳳梨醬 真的很不貼心的 規格 讓我很難去選擇 耶 現在開始要把 油皮跟油酥 分成40坨 待會才能夠 混合在一起 擀 我覺得 秤這個都蠻花時間的 因為餡也要秤 然後油皮要秤 油酥也要秤 所以我這樣子做下來 前前後後後花了7小時 現在是要用油皮去包油酥 然後把它弄成一坨 然後擀成長型的再收回來 這個動作要重複兩次 兩次後就可以把這一個對折 然後把它擀成圓形的 把線包進去 這就已經是後半段的步驟了 擦上蛋黃就準備推進烤箱了 那我們來試吃我做的月餅吧 這是我做的 我覺得我這次啊 包整顆蛋啊 那個皮趕不開 就變成後面都開口笑 登登登 可是蛋黃漂亮欸 但是我覺得我每次都是這樣 就是 不夠酥 你看它的層次 算了 只好 看看下次有沒有 只好繼續練習 才有努力控制 為什麼會不夠酥勒 我在擀的時候我就覺得它很酥 還是我考不夠久 你看剝開是有一層一層的 好吃吃看吧 嗯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都差不多 因為呢 現在外面買的蛋黃味道一樣 皮本來就沒有味道了 嗯 我這次買紅豆沙好像比較不合欸 它紅豆味道很濃 應該 人家說應該要買烏豆沙 來不及了 我又買錯了 可是很漂亮欸 包甜蛋果很漂亮 那我們來吃吃看別人的 這是外面買的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間 只知道它一顆70塊 一顆70塊 一顆70塊 PK 那我這樣輸也是用光紅的 切開囉 你看 別人的層次就很多 為什麼啊 可是切開跟我很像啊 很像欸 就是層次我都是少了一點 嗯 我下次要買烏豆沙 好吃吃看別人了 嗯 嗯 好像烏豆沙比較狠 它旁邊還有放一些鬆子 它就跪在鬆子啦 登登登 還有芋頭酥 芋頭酥是個很容易壞掉的月 很容易 因為芋頭超會省水的 所以我自己 雖然也不排斥吃芋頭 但是我是不敢做它 倒出來好了 我有想挑戰過千層酥欸 但是我覺得我既然 蛋黃酥都不酥了 那還挑戰千層酥 喔 它是 芋頭麻糬 還蠻香的 嗯 我喜歡蛋黃 這樣應該比較好吃一點 芋頭麻糬在裡面的口感蠻特別的 還是要有蛋黃比較好吃 那我這次的蛋黃酥 今年蛋黃酥就結束啦 掰掰 掰掰 Apple發現重考後就有層次了耶